歡迎大家收看真正心底話 現在香港有很多的家長都會很擔心自己的子女很頑皮 會不會有過度活躍症或其他問題 或者學校都推出了很多融合教育的政策 跟有學習需要和主流的學生一同學習 而今天的嘉賓也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們歡迎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協調主任吳建文先生 阿明 歡迎你 Hello Sarah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剛才我們說到你是做社工的工作 這份工作是你信主之前還是信主後做的呢 其實我在2008年就已經信主了 現在數落也有11個年頭左右 當時我選擇作為社工專業 與信仰沒有特別直接的關係 但機緣口合 我亦加入了一間基督教的機構做社會服務 我們機構也做很多一些在地區裏面的福音工作的服務 特別深刻有一次是在2015年的時候代表教會 去到台灣有一個叫做福利和信仰遊合的研討會 當時也遇到很多一些在台灣、美國、印尼和香港 志同道合做社會福利的基督徒的朋友 很感覺到 神都跟我說 我除了在做自己的專業 在輔導兒童的專長之外 其實是怎樣利用這個恩賜 回到教會或者在地區裏面推廣更多一些福音的工作 所以我想在那一次之後 我就很切實就覺得 除了自己在專業領域上的發展 就要考慮如何在教會裏面 去到衛生在兒童工作上 所以一開始社工這份工作 不算是由信主所以想做的 但又慢慢互相影響了 可否這樣來解釋 不如說一下你現在社工的工作 你主要針對的對象是哪些人 基本上我自己做的服務 我都是在兒童工作為主 我會接觸到幼稚園 和小學生 中學生 和他們的家長 都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特別做了這十幾個年頭 這幾年就更加聚焦 是做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 因為其實在全香港 這類的小朋友都真的很多 所以亦都令我覺得 服務上往往未追得上 所以我就有個心指 都希望這方面 就做多些服務 剛才你也有說到 香港原來在這裏特殊學習需要的 小朋友都很多 不如我們說說過度活躍症 在香港的情況是怎樣的 算不算嚴重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數據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過度活躍症 相對大家都會比較認識一點 因為事實在香港 其實在講到 SCN 特殊學習需要 其實有九個類別 頭三甲 ADHD就是佔居其中 香港最多是讀者障礙 接著已經到第二名 就是過度活躍症的學生 ADHD ADHD 其實根據教育局的數字 在18至19的學年 在小學裏面 有5100名左右的學童 確診 中學裏面大約6700名左右 幼稚園為何沒有 因為ADHD 其實是6歲打後才會確診 所以約兩張 剛才那兩個數字加起來 那裏都大概有1萬多個學生 所以其實也相當多 當中我們還未計算一些 可能他沒有交確診報告回學校 或者家長未必接受 那個情況去做評估 所以數字可能比111還要高 我們看到 其實也算是很多 如果是百分比來說 是的 其實已經是第二位 如果是一般的父母 或者是老師 怎樣可以察覺得到 身邊的小朋友 有ADHD的問題呢 其實ADHD 我們又可以說回他們的徵狀 因為比較容易讓家長和老師理解 基本上他們可以籠統分成三大類別 其實大家說過度活躍 其實他的全名叫做 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其實有三個可能性 第一個是專注力不足 專注力不足 很多時候未必大家容易發現到 因為 其實他就像我們一樣 都很乖地可以坐在這裏 你看上去又好像 都坐在這裏 又很安靜 好像很奇奇怪的 但你再和他接觸久一點 你會發現有些特徵 即是可能他是坐在這裏 但可能是呆呆的 或者他可能周圍 在看一些東西分心的 你再看他 可能是書包 那些袋子 裡面就很混亂的 即是一些東西都未必收拾得很好 這些情況 其實都有可能是專注力不足的情況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我們就是講過度活躍症 這是大家比較容易發覺的 因為說明過度活躍 即是很活躍 所以可能到處跑 或者跳跳紮紮 或者大家看到 譬如玩輸遊戲的時候 他比較激動一點 和其他朋友有衝突的時候 你都容易發覺他有情緒 所以這類就是過度活躍症的小朋友 即是第二類 第三類就是過度活躍 和專注力不足 都有 兩種情況都有 基本上我們去教家長 或者教老師 怎樣識別 主要都是從剛才那些例子 當然我們如果真的 都有初步的懷疑 我們都有些量表 給家長或者老師再填 我們再轉介給 去到評估的 是由精神科的醫生 去做一個比較專業的評估 才叫做為真正的確診 所以有時候說他頑皮 那頑皮是否等於過度活躍症 就不是 其實都很複雜 如果要評估一個小朋友 有沒有過度活躍症的話 剛才你有提到一些量表 因為我小時候都經常說 我媽媽都說我有專注力不足的問題 那他們都可以測試一下 我有沒有這方面的情緒問題 是 我看看Sera 其實剛才跟我一邊交流的時候 其實又坐得很穩定 其實一邊跟我都很有互動 也都沒有特別說呆呆滯滯的情況 而且在說話上 也看到你都很專注 都可以看著我 或是看著鏡頭 所以也沒有看你站起來跳 蹲蹲蹲蹲 或者蹲蹲滑梯 所以我想Sera在現在這個階段 應該沒有這個情況 當然我又認識你一個短的時間 除了這個工作的環境 我未必了解你家裡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通常我們說確診 都要有兩個或以上的環境 剛才那些症狀持續六個月的情況 我們才會叫一個確診 所以我想你和媽媽都可以放心 即是如果你要長時間 去觀察一個小朋友六個月以上 才可以斷定他有沒有這個問題 是 沒錯 有些量表給精神科醫生做的 所以我們都是初步去看 都是轉介給適合評估治療人士 去做確診 明白 即是萬一有一個小朋友 他確診了有ADHD這個問題 那麼家長或者老師 可以怎樣去幫助小朋友去改善 或者有什麼安排可以給他小朋友呢 如果真的確診了的時候 我想對於特別是家長來說 我們首先關心了他自己的狀態和情緒 因為很多時候收到這些報告 其實都很呈天霹靂 因為其實在香港來說 他們要去處理的時候 可能要吃藥要覆診 其實香港要去一個叫精神科 即是醫院的地方 大家一家長一聽到這個名字 其實都比較 就比較抗拒一點 所以我們通常讓家長都明白了 其實專注力不足或角度悦症 是什麼一回事 讓他自己都安定了心 慢慢接納了 他才會有意願去幫助小朋友 我們很多時候看到 如果家長願意踏出這一步 那學校老師其實都很樂意去配合 因為其實學校裏面都很想 怎樣讓小朋友可以有效一點學習 這樣就會配合得好一點 我們看到就是 如果你說可能家長要去 帶小朋友去拿藥 除了藥之外 會不會有其他的治療 我看到桌上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會不會都是幫助到小朋友 一般來說 我們就說 如果是角度悦症的小朋友 我們要做一些治療去幫他們 基本上就是透過藥物 和行為治療 這兩大個類別 是比較 我們在研究中看到 是比較最大成效 如果兩樣東西去到配合的時候 藥物最主要就是 令到他的情緒比較安定一點 亦都是比較能夠專注一點 去到投入 譬如學童的階段 就是一些學習的情況 所以藥物其實有相當的幫助 當然家長朋友也會擔心 有很多副作用 在坊間也會聽到很多這樣的情況 會呆了 是的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些藥物一轉藥的時候 醫生會考慮藥量 或者是考慮那些藥物 可能吃了一段時間 有些抗藥性 就會轉另外一些藥物 所以其實他一轉藥 那個適應的過程 他就可能有一些 譬如可能是失眠 食慾不振 食慾不振 或者剛才你說的 就是那些反應上面 可能有些呆滯的情況 這個也是特別是小朋友的階段 成長階段覺得 發育好像影響了 就比較擔心一點 但是這個通常是 轉藥階段才會有這個情況 所以就不用太擔心 另外一個方面 你提到桌面這一系列的東西 我們就是講的行為治療上面 去幫助他訓練 為什麼要訓練這些東西呢 因為剛才我們提到 其實他如果專注力不足 其實他很影響他學習 或者影響他社交 而如果他的行為 他控制不了衝動 他很想要的東西 就馬上拿 老師問他問題 他沒有舉手 就去搶搭 這些或者排隊 他忍耐不了 他又去打尖插隊 其實都影響他社交的生活 但是小朋友來說 我們就要用一些遊戲 他本來會容易處理 不如我也介紹一下 好啊 好啊 我看到很多顏色 我看到 其實桌面最主要有兩樣東西 第一樣 你見到這一盒一盒的 其實就是一些桌上遊戲 其實都引入了香港 都十幾個年頭 就是這些桌上遊戲 你見到都很色彩 是的 所以也有很多道具 所以小朋友都會很喜歡玩 另外一些 你見到這幾本 就是一些繪本 就是我們講的一些故事書 但是跟國度會證 又是很有關係的書 又可以達到一個教育的效果 不如我們有些的桌上遊戲 我們先試玩一下好不好 好啊 我們玩這個 這一副就叫做Speed Cup 是一副可以訓練到小朋友的反應 而且是一個選擇性專注力的遊戲 因為它要透過不同顏色的杯子 去做一些排序 是的 那我們不如試一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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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的反應很慢 這個不是的 這個不是的 每人都有一個 是的 我們每人有一套杯子 有五款不同顏色的杯子 是的 我們一會兒玩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鐘 是的 這個我都可以放下來 好啊 是的 譬如這卡裡面 其實主要有兩種情況 一個就是打直的 你看到就有些不同顏色 如果是打直的卡 我們就順序 就把這杯子 按那個次序 由矮至高 就這樣搭出來 OK 那我又跟你鬥快 即是誰比較快 就按一下鐘 就代表你完成了 那誰最快完成了 那張卡就屬於他 就計一分 就儲得越多就贏了 是的 OK 好 還有另一張卡 就是打橫的 其實做的道理是一樣 由左至右 就是打橫的 好啊 我們試幾張 好緊張 是的 我們試一張先 我把它放在桌上 好啊 好 譬如我們這一張 這個算是打直的吧 是的 打直的 是由矮至高牌 我們試一下吧 好啊 是的 我們第一張是綠色 然後第二張是甚麼呢 黑色 沒錯 然後呢 我先不提醒你 看看行不行 這樣 我到了 真的快點 好厲害 這次序由矮至高 跟著這個顏色就排好了 你不要看這個遊戲 好像很簡單 但是在這個過程裏面 其實它要判斷 哪一張是最矮 排到最高 它要是認到 跟這個卡對應的一個顏色 它很快地要去做一個判斷 如果它中間 原來是黑色 我又排了一隻黃色 很快要拿出來做第二個動作 其實它要去糾正 即是中間 其實都是考它要很高度專注 是的 有這個反應 還要按一下鐘 因為你要跟別人鬥快 所以你會令自己的反應 有一個刺激感 要專注 但又有刺激感 這些訓練 他們都不會當是一個訓練 即是當是一個很好玩的遊戲 但在玩遊戲過程 其實已經跟它做了這些訓練 令它容易專心一點 所以有時候在學校 玩我們在主日學裡面 一些小飾 我們跟它玩這些 其實某程度上是幫到它 反而小飾完回到它 它會比較專注 是的 所以這幅遊戲也是不錯的 我覺得這個也是挺難的 剛才這個小鳥 我剛才也有一秒以為 綠色之後是黃色 所以 也要看真一點 所以也有點難度 不如說一下繪本 好啊 繪本這裡有幾本不同的書 不如這本重點說 好啊 這本書叫做 《衝衝衝超人》 他們經常說 這個好像《立不小心》 裡面的那是超人 董金豬人 所以他們很喜歡 而且你看到是五眼綠色 其實繪本大概說什麼呢 他就說 小哲這個小朋友 其實他就很容易賴床 不知醒 所以他就 糟了 我今天又要上興趣班 快遲到了 怎麼辦 他就會有一種 超人的變身工具 就是這個 他就叫做 《衝衝衝超人》 一變身做 《衝衝衝超人》之後 其實他就會很快地 彈了起身 然後琴琴琴就去到 拆牙洗臉 換衣服 然後再去到吃早餐 就一聲就出門口了 你看到他好像很快 但其實 之後就出事了 哎呀 因為為什麼 原來他忘記帶東西 突然之間 他又要衝回家 最後的結局當然是怎樣 就是他的朋友 你看到他等了很久 當然就覺得有點生氣 搞錯了 你又遲到 是不是這樣 後來 所以我們就發現 這樣是不行的 我們有另外一個超人要幫他 這個就叫做 《準備好超人》 《準備好超人》 就是令到他 原來記得一些東西 原來要及早要教鬧鐘 你可能有一些 提示家要提自己 所以 所以最後小節就學會了 就是用準備好超人幫助自己 你看到這個也在回應 專注力不足裏面 說他執事比較混亂 計劃比較混亂 透過那本繪本 就容易教會他這件事 明白 另外這裏有兩本繪本 有一本叫做 《不一樣的小偉和魚魚》 其實就讓家長看適合 小朋友也適合 其實就讓他明白 原來過度活躍和專注力不足 是甚麼一回事 因為有時說 就好像很心、很抽獎 一本繪本就容易明白 明白 不是我蝕小怪獸 其實就幫小朋友平反 因為很多時候 大人覺得他頑皮 原來過度活躍症的小朋友 他們都難一點 專注到不是他自己想的 其實都是 控制不了 對 控制不了 這個就是說 他心目中有隻小怪獸 其實要學會怎樣跟他相處 不要讓他經常出理 對於小朋友來說 他就覺得很開心 終於要明白自己 不是他想控制到 他也很想控制到自己 其實對於小朋友來說 都會撕掉他們的標籤 也很重要 找回正面的自己 剛才有提到 有ADHD的小朋友 他們要吃藥 要有行為治療 會否因為長大了 吃藥會好起來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一般來說 我們就說去到 大概青少年階段 他們一些行為問題 是會慢慢減退的 特別明顯一點 就是一些比較 叫做跳脫的行為 可能說出個位在那裏跑 或者是坐不定身痕 那些我們見到 去到青少年階段 慢慢慢慢會減退 但如果你說到一些 譬如可能是 他的那些治理 組織的能力 又或者是 可能一些情緒控制方面 那些其實 就不會說 隨著的年紀越大 就慢慢會消失 坦白說 就未必會 但是我們透過 藥物和行為治療 去幫助他們的時候 其實他可以 掌控好自己的生活多一點 當他覺得 原來我也有能力 撿到自己的書包 我又不會賴床 不知醒 我跟朋友玩的時候 譬如像剛才那個 Speak Up的遊戲 就是我輸了 可能我以前會大喊 或者推倒一些東西 或者不玩的 現在我發覺 我自己原來 是可以控制到 其實他自己都自信心高了 都覺得自己有能力了 這樣我們見到就是了 不如你最後 我們去第二部分 說你關於在教會當中服侍之前 都為ADHD的學生 可以平反一下 是的 各位觀眾朋友 我想可能大家在看這個節目 有機會都是家長 或者是老師的朋友 我們都是同路人 我們看到其實 過度會約證的小朋友 他除了有剛才我們說的 好像有很多一些 情況 問題等等 其實 他們都有他可愛的一面 因為其實 這個證也不是他人生的全部 所以我們怎樣去到 看到他好的一面 哪怕那是一個 很少很少的優點 或者一個 很少的起步點 我們就看到那邊放大他 去到做一個鼓勵 我想真的比較 容易一些 令到他們 覺得有一個正面一點的印象 因為 在家長 在老師 這個最重要的身邊的人的心目中 那個的印象很重要的 還有我們都看到很多成功的經驗 ADHD的小朋友 他們有些在運動上都很厲害 譬如他們玩一些 衝撞式的籃球 又或者他們去到 做一些興趣項目的時候 只要他是有興趣有心去做 那個才藝的發展 亦都有很多很嬌人 很出色的表現 譬如好像森美 我們香港一個很出名的MC 以及菲比斯 也在奧運 是拿了很多游泳的金牌 他們都是過度匯悦症的朋友 但我們都看到 他們在事業人生裏面 有很多不同出眾的表現 所以家長和老師的陪伴是很重要的 全靠你們了 好多謝Aman 為我們去解釋了很多ADHD的知識 亦都可能破了我們很多對這方面的誤解 我們下一節回來會說關於Aman 在教會多年 教主日學 有些甚麼心得 或者有些甚麼提示 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跟Aman 聊天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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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仔 6月29日我們做些甚麼 我們已經參加了麥奇異工了 各位好,我們是大埔浸訊會社服務處 今年6月29日是我們新界區麥奇日 我們的籌款目標是60萬 希望拿到這款款能夠幫助到我們特殊教室的學生 提供評估服務、訓練活動和各樣小租活動 除此之外,我們也希望支持到我們社區的運動和福利活動 籌款之外,我們也希望招募各位成為我們麥奇異工 我們目標希望可以招募到1,500名的異工 在新界區內進行麥奇 你們有錢有出力,能夠幫助到我們服務 能夠更趨完善,服務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多謝各位 我們請多來參加 電話號碼是26566680 你的貼紙和file很漂亮 這個是大埔浸訊會推出的紀念 用了一個file和兩張貼紙加把 是大埔浸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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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推出的紀念 未來的訊息 就要開入了 在那一步 在那一步 最新的車